謝謝大家在比這麼大的情況下 還可以過來 當然也多可以我們兩位獎者的動員 很多人大家都是為了這兩位獎者而來的 我們今天要談一個題目的特別是 關於日韓的戰爭記憶或記憶戰爭 然後談論這個問題 實際上是剛剛我們之前有時候 有些台灣關於衛安婦的問題有討論 然後後來透過韓國的問題 然後已經跟日本之間的關係過 那另外呢就是最近上映了一部影片 是叫做我只是一個行程車司機 然後在台灣其實以前大家也會想到 我們重新透過韓國的工作事件回去看 轉行政議的問題 以及如何記住過去發生什麼事情的問題 那今天很高興呢就是請到的劉夏如老師 然後大家先熱烈掌聲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 他是台灣研究衛安婦的專家 那同時他也最近翻譯一本書叫 《帝國的衛安婦》 然後裡面也引起很多的爭論 其實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很有爭論的東西 那等一下我們會請他來從日本的觀點和角度 然後來理解一下衛安婦這件事情 另外我們也請到了一個韓國的專家 大家都很熟悉的朱立希老師 然後大家特別掌聲一下 謝謝 有時候有些韓國的朋友啦 很有趣的題目啦 可以做交流 都很 有時候還受到朱立希老師的幫忙 然後邀請他們這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讓我們知道我們英國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今天他們會各承認他們自己對於每個個別文化的理解 然後來談一下關於溫安婦的問題 以及轉型正義跟歷史記憶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這個題目第一代就是記憶戰爭 就是說記憶不見得只是用來做一個被理解過去的一個方式 而且它還包含了國家跟國家之間如何透過記憶來進行一種對抗 那這也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之一 所以也非常歡迎大家等一下可以針對這個問題 再聽完以後提出你們自己對他的看法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先熱烈掌聲歡迎夏琳 好 好 大雨旁途當中來了這麼多人讓我非常的感動 因為阿談他前天晚上八點才發出文宣 然後讓我非常的緊張 因為今天還有朱老師的那個語談者 然後我覺得如果人來太少的話 這朱老師非常不好意思 我一個人的話就無所謂 結果然後我就昨天隔天我就往去 然後張門是群組就是趙老師的 我們的一個 我們是中基地的一個群組 我去那邊球員 然後剛好玉美老師 他說叫我你不用擔心 我是月初去哲舞的時候 人也是爆滿 可是你知道嗎 開獎前一個小時 門口貼的那個廣告的那個題目跟時間都是錯的 所以我在想說可能無關於講者 無關於講題也無關於時間 他他都是衝著哲舞的招臺來的 所以非常感謝哲舞給我一個這個舞台 可以讓我來講一下我這兩年來 研究關於問題的一些心得 兩年喔 不是從大學開始 不是從大學開始 那我先講一下說我會實際上去 我開始寫這個題目的那個 有在發表是在2015年 就是戰後7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因為想想論壇辦了一個 戰後70年的一個特級 一個專門 特級的一個那個群眾什麼 不是群眾 是特級的一個群體的一個寫作 然後那時候主打的議題是台北大空襲 不曉得大家可能是兩年前的 大家印象不曉得台東的 比如說那時候台北大空襲有辦一些Q&A 說二次大戰的時候 台灣人民受到那個本土被轟炸 那到底是哪一國來轟炸 結果很多人說是日本 對那個那樣的回答就是剛好顯示出 戰後70年台灣的教育有一個矛盾 暫停那個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說台灣人民是日本的那個國土 那歷史金幣 那警方可能自己荒炸自己的金幣 所以那個回答就是顯現說 那個台灣的歷史教育 其實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台北大空襲在的時候 台教會也有辦那個展覽 然後擬辦很多的討論 那還有其他的是台之老兵的議題 你在那一年 因為剛好是戰後70年 是有很多的那個展覽活動跟那個討論 那那時候有克剛的那個議題 然後有慰安婦的爭議 所以我就負責寫作 這個慰安婦的問題的那個討論 那我會分配到這個題目 不是因為我是女性 而是因為在2015年的年初 我曾經就把一篇大招法招教授 跟江川少子的那個名字 很清楚我們那個女性者 他們的對談 有關慰安婦問題的對談 我曾經因為看得很有共鳴 沒有感動 所以我把它試著翻譯 然後放在我自己的臉書的那個網址上面 然後因為那裡面的對談的內容跟我 為什麼會有很大的衝擊 就是說因為那個對談裡面 他提到台灣其實只有一點點的部分 可是完全就是我的那個 我戰後的 我沒有戰後70歲 應該是說我20幾年來的這個 那個內容會的那套說法 因為我也是說那套那套說法長大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可思議好像很多的地方是有矛盾的 所以我特別把這些東西把它翻譯 然後放在我的網址上面 然後也沒有想到說 我在一個無心之舉 引發很多的討論 就是說那時候那一篇那一篇 被談的那個意稿 然後傳到很多地方去 他就想知道說 那到底日本的國內 到底是怎麼在看待台灣的衛安婦問題 明明好像衛安婦問題好像 只變成是日本跟韓國之間的問題 那為什麼台灣都沒有辦法發生呢 然後為什麼 然後衛安婦問題就是日本跟韓國 那你們同樣 同樣是民地 同樣都是個 因為戰爭動員去徵召而去的 衛安婦的受害者 為什麼台灣的那個問題 總是浮上海面 其實這些都是我當時的疑問 所以我才會去翻譯那個 演那個對談 如果你們有上臉書的話 應該還是 因為我在跟韓國 後來我覺得這次開放了 所以其實還是可以解鎖的吧 好 那個對談 那因為我那個經驗 所以我就自己去 我就那個總編那時候 總編那時候 總編那時候 那你這樣有這個編輪的話 你就要做這個寫作 那因為翻譯的話 畢竟是別人的討論嘛 那如果聽得到自己要寫作的時候 其實你會挖得更順 那挖下去以後 我覺得說 真的是跟我以前的認知差太遠了 那兩篇文章就是 邀請無尾 那兩篇文章主要是 針對婦永慧她的那個論述 也就是說她開在 她跟國使館嗎 還是 就是跟共加地方 一個合作的一個 那個數位的那個博物館 就阿嬤阿嬤的旅行人權 數位博物館 就是把 就萬物的那個人權歷史 然後婦永慧的那個努力 然後還阿嬤的那個故事 阿嬤的故事 她就用一個 數位的方式保存在一個網站上面 那那網站上面的敘述 特別是牽涉到AWF 就是所謂的女性基金 亞洲女性基金的角色的時候 跟我的認知 跟我的接觸的知識的訊息 剛好是落差這大的地方 因為它裡面的敘述是說 我們大阿嬤都非常的堅定 絕不接受日本的封口費 沒有任何人去領那個女性國民基金 可是我在日本 我透過日文的那個閱讀 我們還有那個看到的討論 他們都是那種 他們都說台灣有13個阿嬤 那奇怪那13個阿嬤 為什麼不在 富永慧的那個 數位博物館裡面的技術當中 這個排除的動作 讓我起了一個非常大的好奇 我本身不是一個非常好受的人 因為我在那同學都知道 對 我的個性非常的懶 不是說懶子蛋 然後 然後 然後因為這個疫情以後 後來我 這兩個回顧下來 其實 因為受到很多人的幫助 很多人提供資料 然後 我其實有感覺就是說 史料就是真的會找人 就是說 那個史料 他會看研究者 那他可能覺得我很適合這個議題吧 所以很多資料都一直出現在我的面前 那為什麼不找其他人我其實也不知道 那可能是因為這麼陰暗 這麼悲傷的歷史 要有一個正面的那個人出來處理這個議題 那基本上我的心態也是盡量實事求是 然後能夠有一些對 所以希望能夠引起你的對話 然後提供在我難免 但是我並不是惡力的攻擊 我不會隨便便給我去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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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要講的話 其實你也不是有所本 那這是我 張老師的身教 一定要溫柔而堅定 其實你的立場很明顯 你要講話要溫柔堅定 然後要實施求是 而且不是我也不想當烈士 因為台灣實際上有太多的烈士 我不是要一次性的爆炸性的原本 然後來做新生 不是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是可以長期一段的討論 讓我們社會可以達到更多的和解 對話的那個空間 那這是我基本上我這兩年來 我的態度 我的立場 我的協作 基本上都是秉持這個原則 那我也希望作品交出來 能夠無愧於心理也無愧於老師 那這是我剛好介紹我自己的 協作的一些初衷 那如果說我在發展的南方中 有特別去批評 那我也不是去批評 我網路的文章一定都有另一看 就是說我為什麼會這樣寫 都有一些參照的那個 參照的一個就是引用的那個來源 這不是憑風罵的 那這是我的 要先出為安婦會提供的那個 比較 現在比較一個回顧性的一個說法 那今天主要是 好 可以這個 對 那我因為我slide能做太多張 然後剛剛七點半開始 可是各位介紹完以後 已經是八點十分了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按照這個提供全部講完 然後挑重點式的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心得 以及我對你這個未安婦會提供的看法 那這本書我歡迎 大家都知道帝國未安婦已經是論真 那可不可以跟我講說 你們對這本書的論真 第二名不同它新聞訊息 知道這本書有爭議 你們的知道爭議的內容實際內容是什麼嗎 有甚麼關�事チャンネル 但是這裡她觸犯了韓國的國族主義的禁忌 在韓國變成像 像其實應該說是 他如果怎麼樣的局面理解 當然現在風頭的暫時提起 那些事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 可能還在那邊都出來當劍法 類似 但他其實控告他的人 其實是表面上是那個 原來的外安 韓國的外安婦阿嬤 表面上是阿嬤 用名譽授權的名譽來控告 那實際上職資料在執行的是 當那個分享之家的法律部位 但是提告人是阿嬤分身 那阿嬤認為他名譽受損 可是問題是說 阿嬤他認為名譽受損 他其實他看不懂 他其實不太識字 所以其實到底是他怎麼去控告 那個過程其實 補教授在他自己 我們教員上面跟我說 那這些訴受的就跟我們 就暫且不談 主要就是說為什麼 他認為名譽受損 因為補教授 如果你們有看過 《紐約時報》的中文網的話 他的 因為到目前為止 中文解釋比較明 就中文對這個論真的新聞報導 比較完整的 就是《紐約時報》的那篇文章 那篇報導 那他就是說 補教授認為說 韓國當時戰情的威安婦跟日本士兵之間是屬於同治關係 就是戰場上面是同一個陣營同治關係 然後信努力的說法不能完全代表 好 威安婦 好 那這個跟韓國這二十幾年的公共紀律 是完全落差太大的 所以引起很多的討論 那在今年的年初的時候 一審刑事判決是判決他無罪 那其實前幾天是二審還是三審 結果他這個訴訟還沒有定念 那之前 刑事訴訟之前又有民事 民事的賠償他也申請 重新再起訴就是了 就是說他民事行事其實 基本上都還沒有完全一直解讀 那這個地步道安婦的認真 後來引發到 後來也到美國 日本 美國 韓國各地的那個 對女權或是外負問題研究有興趣的人 基本上都深遠 那我在書中有特別介紹這個深遠的網站 然後還有他們的主張 那最主要是 這是一個記憶的戰爭 就是胡教授認為 記憶不會是公共記憶那樣子 可以一口涵蓋的 有很多個體的差異 我們如果真的要站在說愛子的角度 要為他們找到更好的和解的 和解跟補償的道路的話 應該是尊重每一個個體的差異 而不是把他印藥 放在這個公共記憶的論述下面 你一定是信無理 一定是很信無 一定是受到很多折磨 一定是日本是萬惡不舍 那這個東西跟這樣後 韓國的反日史關 其實也密切相合 就是自己努力這個東西 剛好跟韓國這樣後 這個反日史關的地方是很match的 所以它其實可以炒作的很很很很久 那這個 可是這個論真當中 其實我也會看到說 其實韓國社會的新世代 其實並不是那麼同意 目前的公路史關跟 就是什麼東西都一定要過到反日 像行政舊建島的那個 軍警長的那個票房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跟那個 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那不合理到底是不是不合實實 還是說他們覺得說 都不需要再這樣子去山東這個民族主義 這個系列我知道 但是很明顯從票房上面 其實軍警長那樣子的反日敘事 不見得是社會有可以完全買單的 比如說其實地位不安復 軍警長這些 其實基本上都是 它的論真整個過程 我都可以看到說 其實韓國社會一直在堆 因為這個公共記憶 還有這個反日敘事關 其實他們其實不是像我們想的那樣子 一個一塊鐵板 那回到來 就是說公共記憶 為什麼他去否定這個公共記憶 會引起這麼大分枕 因為他吳教授最大的批評就是說 每一個為安復 他有他自己的個人的記憶 那那個個人記憶不是 其實也是象徵 那個戰前那個受紀錄統治的那個 那個世代的整個整體的那個世代的記憶 像我們現在講日語世代 那你否定未安復的個人的那個選擇的時候 個人的那個一些喜怒哀樂一些經歷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否定日語世代他的那個過程 所以我當時會看到他的敘述 其實有一些感觸的地方就是說 台灣有一些很認真尊敬的日語世代 像徐文榮先生 蔡文財經生 他們在台灣的世界 小營三星漫畫那個爭議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說出了他們當時的那個 實際的那個生命經驗 可是被台灣整個社會整個 就是說拼拼的體無完膚 就認為說他們是沒有人權價值觀的 他們是親自亡民 反正就是激進霧面之死 那其實類似 就是說你只要說官府 他不是那麼反對 他不是跟那個那麼對立的時候 其實就會牽動到他們的集體記憶 他們的集體記憶跟台灣其實是 有點在實在是又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的集體 台灣人家會說台灣比較親自 可是台灣親自人家說是因為是狗去豬來 狗去豬來就說那個 因為國民黨很不好 所以相對來講會懷變殖民統治 所以他們 可是因為韓國沒有國民黨 所以他們 所以然後因為沒有外來政權的這種 全面性的那個 就是精英的那個計畫性能產 那個屠殺 其實所以這個主體性基本上還在 所以他可以自己去營造他想要的 想要的國族敘事 也就是說他最後這個反應的公共機器 其實是韓國自己的建國精英 因為戰後的建國精英 他不想要過去那個不領域的歷史 他一定要把殖民地把它 是等於抵抗的地基 比如說你一定要是抗日 如果不是抗你是親日 然後沒有中間地帶 然後只要被抗的是親日 你就是一個等於是非國民 就是會被給韓國社會排除的 那台灣沒有這樣子 因為台灣在戰後 戰後228還有228一整個 台灣精英世代都被產 所以台灣沒有一個 自己可以去清算歷史的主體 台灣沒有去殖民化到現在都沒有 為什麼 那個經過殖民統治的那個世代 精英真的都被殺光了 所以台灣是透過再中國化來完成去殖民化 而不是像南國那樣自己去清算歷史 然後自己去決定我要行錯一個什麼樣的理想的國民經歷 台灣沒有 台灣根本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這是最大的不同 就是說台灣戰後的去殖民的工程 所謂的解殖工程到現在都沒有出體去完成過 即使現在開始都還沒看到開始的跡象 如果從非阿富的論資來講 他們還是認為說 你說非阿富的話 我覺得會把說批評不原會 就等於是親自 然後那個替日本說 說一些好話就是 有沒有替日本說 替日本把事實講得更清楚的時候 他們就會以親自用意思之類的 其實我在這個議題當面 經過很多的責難 很多的攻擊 不過好在我個性其實比較神經大條 其實我拼了我就算了 但是因為我就一直相信說 我只要認真去挖掘資料 然後按照事實說法 基本上我對得起我自己 對得起我的知識上的訓練 其實我做 而且我也不窮名利 我不想說這個東西寫出來 我可以做什麼大 發什麼大財 我就覺得說 就是把事實盡量的去還原 那這是我認為說 這個記憶戰爭其實牽涉到 不只是為安復個人的記憶 它的多樣性 也牽涉到說戰後的世代 如果去看戰前的世代 那很明顯的韓國到現在 都沒有去好好面對 它的經歷時代的經歷 它一直都沒有好好去面對 而且就是很二分吧 那台灣呢 在這部分其實 因為有國民黨的襯托 所以相對來講 比較願意去看到 殖民統治的不同的層面 因為它其實是用日本來 日本時代的記憶去Fight 去跟國民黨的那個 威權統治去做對討 它不是真的懷念日本 它其實在很多日本時代是抗日 或者是批評日本殖民統治的 它到最後還是一樣是去批評國民黨 然後去批評國民黨之後 它就會做一個對討 我以前批評日本的時候 是怎樣的結果 可是批評國民黨之後 都會變成怎麼樣 就是會去做一個對討 同樣都是反抗統治者 台灣會有一個對照組 但是韓國沒有 韓國是用它自己主體性 它去建構什麼 然後不容許什麼 那個記憶的篩選排除 完全是韓國人自己主體 那這個書裡面 它有介紹到很多的那個 賠償的一些法律的問題 很關鍵的那個重點就是那個 1965年那個日韓建交的時候 經歷了一些條例 那我看到我在翻譯書的時候 最感動的其實是這部分 1965年日韓建交之前 我就是長大14年的那個協商 就是雙邊協商 韓韓桌上面 就是韓國人跟日本人 對就拍桌對罵 就是李直銘統治什麼什麼 光哥獨色什麼什麼 然後韓日本就會說他也有建設 然後他方方就在討 對罵當中去 彈出一個賠償的一個金額 可是這樣後台灣跟日本 有沒有這樣子去拍桌對罵過 沒有嗎 全部會殺光啊 然後1952年日韓合約簽進的時候 是誰去簽的 國民黨啊 他去簽的時候 他怎麼可能知道台灣 暫停的那個處境呢 他完全是用他中華民國跟日本對抗 就是暫停的國民的姿態嘛 所以那個這個主體的 解質的主體被消除的時候 其實你就看不到解質的工程的 那個全貌嘛 你就會被人說台灣人不是親日 可是台灣人根本沒有時間 自己去清算自己 不是時間 沒有機會 然後你不僅是沒有機會 然後因為戰勝國的使官 中央民國使官 他把所有的跟日本的有關的東西 都是把他排除 而且是不 不是把他不凝化 所以變成說 大家每個人 70年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評分 你都不能說那個 就是問 假出事實 然後就會認為是親日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說 我只是講出事實 為什麼會被親日 問題不是在我 而是在 為什麼你不能接受那個事實 那為什麼你會認為說 講出事實就是親日 那應該是你們自己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所以我其實我後來想想 我都不去跟任何的那種 無根據的那種死扣 我不做任何的回應 那這個是 這個是我自己 自己目前 對於這個記憶的那個 就是日語世代的這個記憶 為什麼我覺得是 必須要去還原 不僅是 我要去把慰安婦的那個真相 做一個更好的一個釐清 不只是為了慰安婦本人的正義 也是為了暫停所有走過 日本政府投資的那個世代 我一直認為 1920年代到30年代出生的 台灣人是 還有戰後 武德教改以後的那個天然圖世代 是台灣史上 近代史上 最具有國際觀 最有國際視野 最有國際能行走能量的世代 可是戰前那個世代 因為徒軍 因為聽日本打仗 然後到最後戰後 你要知道 當時可以當志願軍的人 OK 當時可以志願軍 就是志願軍 然後可以去當兵重軍的人 是要經過篩選的 那個20 那個可以是幾十萬通方 只能選一個 那是非常的輕易力士的 你才有辦法去重新軍 所以 然後那個 趙龍 那個小鷹 他自本 他也是因為這種 到底為誰有爭戰 他其實是非常優秀的一個台灣人 他為了爭戰 然後 諸可樂的這個命運 那我覺得那個年代 出生的日語世代的人 只有國際視野 可是也是一個悲劇世代 因為他沒有自己的國家 他打仗不知道是為了誰 所以他也不知道跟誰去求取正義 而且他戰後又得不到 年輕後代的諒解 為什麼要去幫助日人 所以我覺得那個日語世代 他前面是被 加起來的 他就封閉在他的時間當中 那天 國家人權博物館草案 通過的時候 不是有 是王玉琳嗎 他問說 要不要幫慰安婦的問題 有喔 對 慰安婦的問題 如果從人權的議題來講 慰安婦當然自己的問題 需要放在人權博物館 那因為我不知道 人權博物館的那個草案的細節 他到底是針對轉型正義 還是針對歷史正義 如果針對轉型正義 可能就是國際黨各全時代的一些 那如果針對歷史正義 那慰安婦問題 不僅慰安婦問題 原判的衝突 台灣所有歷史上不正義 事情都必須要放到 博物館裡面去成立 所以他這個定義會決定說 要不要放那個慰安婦議題 那如果純粹人權的想法 我一定支持 這個好無疑問 可是當時那個正部長 毅君部長他在回答的時候 他很哽咽 他就說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什麼和前輩 很多前輩都等不起就走了 那這些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然後受到國民黨的有形 無形的折磨到不成人形 然後最後用余生之力 從事人權暖行正義的工作 然後可是沒有得到任何 沒有看到任何成果 就這樣撒手而去 他非常的難過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草案 就是無論如何都要讓他過去 其實那時候我就是想到說 如果慰安婦問題 照著婦永慧現在這樣的論述 他進了婦女博物館 其實對女世代也是個非常不公平的做法 女世代他也許沒有遭受實質上的刑罰 可是他永遠進步在他自己的時間當中 永遠進步在他自己的空間當中 據統計 戰前每三戶人家就有一戶的親屬 是因為都有仇軍的經驗 或者是戰死戰亡 或者是戰爭動物的經驗 都有這個經驗 三戶就有一戶喔 那個比例是很高的 那他們當然是為了天皇 為了日本國去佔領 去從軍 所以那個記憶是會跟著家族的 那所以如果 我覺得他們就很多日語老 日語其... 因為我跟自己年紀的關係 人氣還有學經歷的關係 我跟很多日語是在跟我的交流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你們自己年輕一點的 不可能 還有對阿公那輩有記憶的話 你就發現阿公很喜歡看NHK 很喜歡看日語報紙 然後現在他那個 他那個鄉索文明 因為年輕二十歲的記憶 通常因為跟青春是結合在一起 所以他會去 越年老體出來 他越會去懷念那個青春 所以他 因為我們對志與世代的 婚禮節不諒解 所以我覺得那個志與世代 等於是在坐牢 坐了站後七十年 他其實都在 被堅持在他的時間和空間裡面 所以萬婦論述 為什麼要重新建構我的國安婦的論述 其實也是在重新去還原 給日與世代一個正確的評價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是後來 其實我是後來 因為實在是時間夠了 我就直接跳 我們對日與世代理解 大家可以理解 因為剛剛 現在把國安部 釐清的那個 我的等意 其實是跟 台灣在這個世代 從一開始 是有關係的 那 台灣日與世代理 如果是照 照我們現在理解 就是說他們是 其實 如果司馬遼太陽的 台灣激情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 受日語交流非常好的一個 那個 前輩 他就是問司馬遼太陽說 為什麼會比較高興台灣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 他就是95年出來的時候 那個朋友說 為什麼這麼多 波紗 為什麼要去 遇過人這個人說 你們要不要拋棄我 那時候我其實完全 完全不能理解 那個日與世代 然後他有一次 周金波的那個 黃明文學 他那時候 有對準嗎 我會搖喔 還有就是 周金波的黃明文學 他說台灣文學是現在 台灣史研究裡面 很興旺的一個分支 那台灣文學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研究點 就是日式才的黃明文學 他說 周金波是當時 90年代開研討會的時候 那時候還最容易活著 然後他回來開這個研討會 那他聽完很多 因為那時候的文學研究 會用一些 厚子名 厚現代 厚一些比較文化文學的角度 去替當時的黃明文學做一些解釋 解讀 辯護說他們 就是 因為日本的那個教育 讓他們可能有 就是欸 我不這樣 其實基本上就是 認為他們是異化的結果 那周金波本人 他就站出來 罵那個 這個經驗 我們可以去看這個 朱友薰他寫的這一個文章 因為當時那個研討會 那個紀錄 因為我那時候 我不在台灣 那時候我一直都有看到 這篇報道 就是周金波站起來 罵那些研究者說 我從頭到尾 從頭就沒有懷疑自己是日本人 就完全把研究者的那個分析結論 完全推翻 對 那接下來這個黃軍 閃靈的黃冰 那時候你們就覺得 哇 一定很多人有辦法說 這個黃軍這樣 會不會出陣這樣 那有這個東西對嗎 那我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牽涉到同龍國跟周星國 那個戰後的處理 那這個東西 這個 其實既然是哲學的場合 那我們就知道說 台灣很多人喜歡那邊拿 法國的高中的那個 入學考試 來做一個 做一個那個 那個對照來說 人家高中的入學考試 有多麼的活潑 然後台灣的多麼的死板 然後你們都不知道說 這個 這個考試 這個會場 會考 所謂的高中會考 是從海外的 海外的那個 法國學校先考 然後每次法國學 海外的法國學校把考題 因為他們先考 那考題公佈以後 就會引起法國媒體的報導 然後 因為它會影響到 法國本土的那個 高中會考的那個 考題的那個趨向 那很奇怪 我看那個海外的那個 海外的那個 海外的法語學校 是以前的殖民地 那那個以前的殖民地 叫做那個 Pondager 就是我不太會念那個詞 對 那個地方 它以前是法國的殖民地 但是戰後法國給他 給他一個選擇權 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 你要當法國人 或是選擇 你要留下來當印度人 然後他就是 這個 他有一個選擇權 然後你會發現說 有好多人去選擇當法國人 但是他一輩子 他沒有踏過法國的 本土 他一輩子都在殖民地 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有踏上法國本土 他也不會講法文 可是他可以當法國人 然後可以到現在 還變成是外 法國的海外的那個 法語學校的那個 學生的那個地 他有所有法國的公民權 這樣非常的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 我覺得好震驚喔 因為我一直都認為說 你殖民地要獨立 就是要學在馬國人 就是這樣 但是我完全沒有想到說 其實被殖民者 他其實是有選擇權的 而且甚至他選擇當殖民 其實殖民者的國籍 也是正常的 那我們不能用現在標準 去批判那個時代的正直感 因為是因為殖民者 但是被殖民者應該有的權力 所以我們認為 那個是異化的那個世代 不管不管是 不管是司馬遼太陽裡面那個 或者是他為什麼 就不要拋棄我們那個 那個老奶奶 或者是 都聽過他站起來 批評索爾的那個 那個去殖民 或是研究的那些學者 文學研究者說 我怎麼都不知道 有人自己來 或是什麼新聞 我覺得這就是他們 他們應該有的選擇 是因為日本戰敗沒有給他們選擇嘛 那你怎麼可以用異化的關係 去詮釋他們呢 那所以 回到剛剛那個 英國外貿的爭議 當時 確實是有人 是自願 那個自願在裡面有解釋 是一個 一個結構性的自願 不是說 沒有 是一個體制下面的一個產物 那是沒有辦法 辯駁的 所以 對 那所以我就是說 我重新去看看日與世代 重新去比較 整個 整個世界結構 對於殖民 還有殖民地獨立 以及受殖民者的 他的 在戰後 應該有的權利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都誤解了自己世代 他們自己認為是自以為的 是一點錯都沒有 就像剛剛那個 台灣的那個 法國人 他沒有去過 其實他沒有到過法國 又不會罷你 可是他有法國公民權 他想當法國人 對 所以我覺得說 台灣的那個 整個對於一個 殖民世代的理解 對於世代 都需要重新建構 那重新建構 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就是從 那個不然的 英國公安問題 他為什麼一直糾纏到現在 就是 英國公安 沒有一些殖民國 沒有去認真去思考 說殖民 帶給台灣社會 怎麼樣的影響 那殖民地 伴隨著 殖民地的那個 戰爭的傷口 應該只去釐清 那你通通都用 蒙國的史觀 或用戰勝國史觀 去看的時候 你就只能是性奴隸 因為他會用中國的 中國戰場的那個 性受害者去 去詮釋 當時的殖民為愛 那這個也是 一個教授的言論 比如說 他附有兩大類 這個是 日本帝國 日本的出征的 日本的 朝鮮的 為愛 因為他當時是 日本 誰會去殖民 所以他其實是 因為貧困 因為體制下面 他不得不去 可是他其實還有一些 工容感 因為他是為國的犧牲 他愛國 他那種孩子 也是日本的 為了方軍 那可能中間還有一些 那些糾葛 什麼 大約上面 都 他一定是都有 只要是自己統治 一定都有這種 歧視 可是你不能否認他想當 他是 以日本人為用 去從軍的 但這個 或你認為這個是異化 你當然有 你會用異化眼光去看 那時候的 烏安夫的 阿嬤有一些選擇 那 重新去 重新去把他們這個自由意識 重新再重複於理解釋 這也是在 對台灣的 在獨視感 重新的理解 那重新的理解 其實就是會關切到 我們以後要怎麼走下去 那我上次有說過 我的朋友 我有很多種類 有 我的歷史系的學長 他是外神人 然後他 他因為我們認識很久 所以他其實知道我的個性 所以他認為說 我並不是在理解日本人說話 可是他會悄悄跟我講說 可是我怎麼樣 都沒有辦法接受 日本曾經道歉賠償的這個事實 好不能接受 要原諒日本 就是他沒有辦法放下 然後他覺得說 可是我知不知道 嗯 你的個性 你不會亂說話 他理智上 他情感上看 他理智上接受 我說的是他情感上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他還有他那個 那個中國那個情懷 那我們到天然泥這個世代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外屬人二再三代 他其實是 世紀委會的族群 其實有很多 其實他們也是一個受害 反國教育的受害者 然後他們對中國也是一個 也從一個夢想到壞滅的成果 那這過程當中我也可以去體會 可是我也可以挺老實的 要想說 我理智上可以講 可是我情感上 我也沒有辦法 完全跟你是同的 就是說我們的生命經驗是不一樣的 我的初次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可以理智上 介紹我們的 從壞滅在重生的 從事不認同的這個過程 可是因為我跟你不一樣的生命經驗 我的經驗是自己是在 這個供應的這個經驗嘛 所以就有點像說 男女今天要結婚 跟共創一個新的家庭 他每天都有移民的過去 然後台灣跟 台灣跟戰後的移民 是在一個沒有各自和解的 沒有跟每個過去和解的狀況 還可以湊在一起 那我覺得這個 自從解雷以後 我覺得 新南途世代誕生 然後他們從打國教育當中覺醒 然後對現在中國的一些暴政 有一些新的沒有自己的 還能夠出現 那個過程 我覺得是很自然的 然後我們也都會有 台灣是民主社會嘛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任何的討論 可是對於對於世代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到時候 其實我到現在都沒有覺得 有那個空間出來 那我覺得 為了要不問題的 已經是可以還原 就是說你們我尊重 你既然已經把自己的人 過去都和解了 那為什麼你不能接受 我們這個族群 我們這個 這個形式 形式讓我們兩個人 人數其實是更多的 一個族群的自我和解 那也許 情況下 你沒有辦法接受 日本的這個 但是理智上 如果台灣是一個 可以討論的 民共民社會 這個官方議題 就是一定要這樣 重新可以看一看 也不會有如此 台灣 台灣小姊姊 有的生命 可能為什麼沒有 就說你的公民有沒有 沒有辦法 就是要把他出現 如果你不是要用的 缺衷的動作 你把他一樣的時候 台灣人跟他會 你一定要 你先找一個 什麼事情 你會要說 就像結婚一樣 這是一個 那現在不是 現在好像說 你提到你的過去 就會罵你 就 我覺得即使是 一般的男女結婚 然後你一定到底被 拿你過去的事情出來講 我們一定會很不爽 對 就像對於世代老師被說 你是黃民走狗 然後對於我們 我們這個 這個本體族群 找到日本 說我們是先 什麼黃民後異 我覺得 那個就是 就是你沒有辦法 就是兩個人結婚 你沒有辦法接受 另外一方去 才跟他面對過去 沒有 沒有給他一個 跟自己過去合結的心會 那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 即使是不同族群的人 也應該要保有 有這樣一個 討論的一個空間 那我覺得未來覆議題 如果可以 在我的 我覺得 就是我自己 努力去把它 建構得更好 其實是 我想要對 台灣未來的 新的一個共同體 能夠提出一個 更好的一個 歷史 和解決的當中 那我的本意是這樣 我完全沒有跟 政治利率 任何的那個 任何的那個 結合 都要通知什麼 沒有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台灣 在國際地緣政治下面 要求生存的時候 一定要內部團結 這是一個 歷史記憶的 重新的一個 自我和解 是很重要的 那就像我在 那個帝國萬富的 那個結論裡面 我的 伊侯記裡面 我有提到 說 就是 你尊重每一個人的多樣性 然後 然後 不要用一個公共記憶 去放下它 那公共記憶 台灣本來就沒有公共 台灣的公共記憶 都是片面的嘛 台灣的 我們暫停這個世代 從來就沒有自己 主體去面對自民統治 去清算自己的歷史 去跟自己過去和解 從來就沒有這個機會 那現在好不容易 打開這個空間 那請不同族群的人 不同立場的人 都能夠尊重 不同的人的 對於歷史記憶的看法 那這是台灣 新的共同體 但其實很重要的基礎 那這是我的心情 那其實最後一個就是 也不是打輸啊 在263頁的部分 其實我在翻譯的時候 我最感動就是說 在多樣的感性跟行動當中 各種感性可以打動吸引自己 並傳遞給下個世代 如何做出選擇並行動 是我們今日最大的考驗 我知道不同世代的人 他有看不同的選擇 有些人他對於環境議題 有些人對於那個LTK的議題 有些人對於勞工的議題 他特別有感受 那可是以我的 我的初次任何學經理 我就會跟每個女生來動 但我會特別有所共 就是每個人 他可以打動的那個感性跟行動 的那個選擇是不一樣的 那不要因為我選擇的這個東西 去攻擊我 我也會因為你選擇 我為了什麼左膠 我不喜歡這種詞去罵人家 就說 就說你們原本因為你選擇 你可以打動你的行動的那個方案 可以付出行動 可以付出感性 就去嘛 那一定要來攻擊我 因為我 其實我這個議題 除了被罵欺負之外 其實也會有 有選這個人的世代的差異 會認為說我就是 我沒有去探討之類的 就是說會有一些世代上面的差異 可是我覺得就是因為有世代差異 所以每個人選擇他會有影響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每個人就是把自己該做的事情 自己就不一定選擇把它完成嘛 相信想讓每個人都好 你們自己的使命嘛 一般的使命好好完成 就每個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 那這個社會當然就會更好 所以不需要互相攻擊 那這是我 目前為止 面對所有的批評 我的態度 那我歡迎各位 跟我互相溝通 謝謝 我發現夏如好像很客氣喔 他好像他其實給我們講的很多後攝 我們怎麼去看待 慰安婦這個議題後攝的一些看法 我都沒有根據透明 但是等一下大家可以提問 那其實我也第一個 等一下可能之後 因為我們剛剛對公共記憶的問題 這個叫公共記憶 那個有偏見的記憶可以叫做公共記憶 這是我想要去 可能這個是 我們在定義公共記憶的時候 是會不一樣的 然後其實他裡面還談到一個非常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說 因為台灣目前常常在講和解 可是剛剛講的是和解的時候 我們發現情感上的和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只能尋求某個理智上的和解 那這個理智上的和解 是什麼樣型態的和解 是一種形式的和解呢 還是說 比如說後來剛剛你又提到公民民主主義的問題 那公民民主主義的東西它也不建立在情感 它慢慢也會變成只是一個很形式上要成為一個國家的一個概念 它也不具有過去我們講民主主義的那個血緣的關係 或者民族那種情感的那種動員 已經都沒有這些東西了 所以我覺得你等一下可是不是可以 也可以再跟我們深話講一下說 如果你 我們那個和解是沒有情感的和解 那我們那個和解是什麼樣的和解 好 就是說剛剛已經講 已經講日語時代 或者是跟外省時代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對於同樣對於日本的問題 其實上他們在情感上面是完全不一樣 那結果到最後這些人要共同生活在一起 然後還有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說 因為他也舉了一個例子 那個例子也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說他講他用夫妻在一起這件事情 所以夫妻在一起的時候其實 每個人都帶有過去各自的背景 可是他們後來在一起了 所以他們在一起難道是一種情感的在一起嗎 因為大家的情感 彼此之間都是沒辦法接受 可能沒辦法接受過去 對方的過去嘛 那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會變成說 我們可不可以從夫妻這個例子來說 我們還是可以在一起 但是我們是基於什麼樣新的情感 有沒有什麼新的情感 可以讓這些我們共同相處 共同生活 還具有一種可能性 這個是大概我聽到幾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先熱烈掌聲歡迎 我們菇律師好 謝謝大家 很多幸運 有上過我的課的學生 重大的學生 也有上禮拜聽過我在福大職務講的學生 那個福大的同學 你是不是要叫泡泡 或是要我可以幫你簽名嗎 你可以下課了 因為大概百分之九十左右你都聽過了 那我這邊先問一下 看過這部電影的請舉手 哇 差不多有七點 OK 好 謝謝 我先開始我的報告你了 那個 一禮拜被哲午操兩次了 一禮拜 然後上禮拜是在哲午福大 今天在目哲 不過這個操是一生 那我想跟大家來分享這個 很多的記憶戰爭 都是選擇性的記憶 有沒有聽過南韓有所謂的南南隔騰 有沒有聽過 南南隔騰 隔騰是我們中文講的joke的意思 摩擦衝突 南南隔騰 那因為韓國有所謂的湖南跟嶺南 南韓內部又分成南部兩個地方 所以南南隔騰 我們先把這個問題錄出來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談 那我想這部電影 我先從高雄的花媽開始講 為什麼會講花媽呢 因為9月8號這部電影 在台灣上演之後 我第二次設計看是9月16號 那時候是前一集 這很激進車椅 在高層辦理場包廠觀賞 那把花媽請去了 那花媽兩年前我曾經陪著她一起去荒州 參加那個世界人權都市論壇 那15號 5月16號那天早上她沒有特別的行程 那她就說等一下去看那個518的火力錄影 她主動調整她去 那陪著她去了 那她當天在演出上 因為花媽她對光州事件有特別的感情 那光州事件只比高雄的美麗島事件晚五個月 美麗島事件先發生然後發生光州事件 那花媽也曾經在 這是2015年的25年前 那麼她去過韓國跟艾瑩達去韓 已經訪問了金大宗 所以她跟金大宗是有私交流 那我們那天 她那天參觀了那個國營墓園之後 就是說自由民主 我們所有的努力 還是我們在遙望者 期盼你真正開花結果的那天 這是她當天的感想 那我覺得她在518的墓園 跟那些受難的英雄 的祭壇 我們那邊致祭 然後她參觀追悟館 自由公園裡面的指向 好 那她在人員困難的時候 碰到金大宗前 金大宗的金大宗的夫人 金大宗的事 那她就說她25年有拜訪金大宗 那麼25年以後在金大宗的故鄉 光說在這個地方 一死了 偶然跟畢然 都是因為人權 好 那這金大宗夫人 你計畫也是 當時已經93了 她每年光都518的時候她都會去 那我現在稍微講一下 我只是記得這個主人公 Hits Peter 那她是德國公念是NDR的 祝公經的記者 那這個電影就是真人真事 但是因為那就是劇情片 所以有些情節是虛構的 有些情節是fiction 不是完全是真的 好 那就是2003年的518 韓國的國營電視台KBS 播出一個藍眼睛的目擊 一個特輯節目 那全南國人才知道說 當年有一個白種人 曾經到光之後來採訪 就是他引進的目擊 就是這個Hits Peter 那這是當年特輯的畫面 那裡面有很多Hits Peter拍的 那這個KBS的記者直接到 到德國鄉下去訪問這個Hits Peter 然後做了最後專輯 那這個事情要怎麼講 就是從5月18號 他打電話到韓國 但是韓國所有的電話都不切斷 以前的國際電話 不是像我們現在這麼簡單 打起電話就給直播了 以前要經過電信局的國際台 那國際台由交換聲幫你轉接 結果Hits Peter從東京打的電話 所有電話都打不通 後來他想想說 他打到紐約時報的韓國分色看看 因為他是外國媒體 電話沒有被切斷 所以他跟他通上話 那他就說光做什麼事情來 你可以趕快來 所以5月19號他又買了那個 計較就從東京飛到韓國 那他還在漢城 那住在周雙Hotel 朝鮮飯店 那其實那個不是真正的計程車之一 不是營業用的計程車之一 而是朝鮮Hotel 租給那個住客使用的 有點像私家車 黑色的那樣的車 並不是一般在路上跑 那他5月20號 5月19號到了漢城 那麼5月20早上就從漢城出發 那高中公路到光州 大概三個小時就沒有到 所以剛好也是5月20那一天 軍方正報部隊開始殺人 那光州火熱身前面 前兩個犧牲者 就在5月20號早上發生 那就是Hintz Peter到了光州那個時候 所以他開始採訪 5月20 然後後來那個光州人 就去搶那個阿兵哥的部隊的那個軍火部 搶了武器 卡兵槍 衝鋒槍 甚至包括警車 軍用卡州的搶 就開始組成四名軍來跟那個 政報部隊來對抗 那Hintz Peter他開始的時候 5月20開來 那到5月21 他又揮回東京 揮回東京之後 就把那個他蓋的錄影袋 藏在頂端盒子裡面 然後就投入獄子去 然後就從東京寄回德國 請航空公司寄回德國 那寄回德國之後 所以5月22號 這個NDR電視乃至全球獨家報導的光州 正在進行一場大屠殺 那美國的CBS 看了這個NDR的報導說 就跟他們買了影片 那CBS 哥倫比亞電視牌 買了之後 一一放出去之後 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就是因為Hintz Peter的貢獻 那這是在那個 來眼睛的目擊者裡面 Hintz Peter接受訪問的樣子 那因為他把這個光州屠殺的現場的慘狀揭露 所以韓國的勤士大會對他恨事入口 那1986年他又從東京到韓國去採訪 因為借過抗爭 民主派抗爭 結果已經被韓國勤士大會盯上了 然後勤士大會獵衣的正報警察 結果把他打成重傷 重傷到他頸椎骨裂 然後腰椎骨折 重傷的情況下 然後又不送回德國 療養了一年 然後才婚 所以他後來再回到韓國的時候 行動非常不便 那 這是他在那個專輯節目的時候 他在去年1月25號過世 那他過世之前 這就是電影裡面 我們看著想要找這個基前車司機 金師傅 但是後來 1984年 光州事件事件 4年之後 金師傅就肝癌就過世了 這是當年的Hits Peter 金師傅 那Hits Peter他其實有個心願 他希望把他自己埋葬在光州 如果他已經跟光州成為生命一體了 想要埋葬在光州 這是他家人的反對 他家人的反對說 我們每年要去跟你掃墓 我陪到韓國 都遠了 太遠了 所以後來他熬不過家人的反對 他知道說 那我就把我的毛髮 頭髮跟指甲還有衣服 就寄到韓國 他2005年去光州的時候 就把他東西留在那邊 我去交給我的好朋友 金蔡 他當時在518基金會當事務處長 2005年 然後一直到去年他過世 他留下來的東西 來 我今年上個月 9月25號 我就到光州的518墓園 去Hits Peter的那個 那個叫衣冠種 衣冠種 我先去崇拜他 那 這個就是Hits Peter的衣冠種 真實話就是我獻話的 OK 那他們因為這部電影現在正在演 所以他有在這部複製的那個 讓他們去參拜的客人可以記到 好 如果不是Hits Peter的 他冒著生命危險 那我看一下這些影片 那這些影片是到1987年 由天井教開到德國流血的神父們 那麼從德國帶回韓國 那當然也有NHK拍的 那NHK拍的 當時並不是日本人到現場 而是NHK在韓國的當地務員 是韓國人拍的 所以NHK加上這個 這個 德國的這個經驗 然後 然後韓國人第一次感受到 當年光是這麼慘的 那 逛航事件發生於5月17號 軍部宣布全國界 所以518到527整整10天 當然就是從 早上10點 國立全南大學的學生 要向董事衛由這個揭開去 那其實這是新軍部設下的陷阱策略 要逼死光州人到到陷阱 那麼光州人抗爭之後就有了鎮壓的口詞 當時的軍方的策略就是這樣 那當時駐韓美軍不只事情的事情 而且同意新軍部調中前線的部隊 各種工匠各種工商部隊的工作就這樣 那當時卡特總統真是派了航空母艦 山湖海砲到釜山 那當時工作人員很興奮覺得說 美國來幫助我們 實際上美國是來幫助新軍部 不需要韓國的動盪 那麼 讓北韓 有人激可證 然後北韓激激難清 那主要是美國的考慮是說 不需要東北亞跟發生伊朗人質為激的事 我們在1978年不是那個 激進派的回教徒革命 把巴陸維波推翻 那麼激進派的回教徒 佔領了美國大使館 66個美國外交官被當人子 托壓了一年多 所以這個事件上 卡特總統被投鼓臉 那麼他連任之路就破滅了 所以當時美國外交官 國務院的想法 有時候不能容許東北亞再發生疫苗事件 所以 對於江東事件 也就是因為後來說 附入出來是要 美國事前事情 而且從訪邪行政要 讓韓國舉國翻美 江東事件也是成為民主化的源起 1987年六月抗爭 今年剛好30周年 當時六月抗爭兩個訴求 一個要求民主化 第二個要求平反抗爭 第二個要求平反抗爭 那今年到六月抗爭30周年 那韓國好多的活動 一直到年底都有 那我剛剛很高興聽到那個 台南的那個國立歷史 國立台灣歷史 什麼時候來辦台灣的解嚴30周年 什麼時候來辦台灣的解嚴30周年 好像是11月 11月是不是 對 OK 我們台灣對解嚴30周年 其實解嚴30周年 解嚴是講經過在民意的壓力之下 它不得不鬆綁 但是我們好像台灣對解嚴好像沒有特別的感覺 那韓國裡面的對口 國立現代歷史博物館 他們現在正在展的就是 六月抗爭30周年的特展 現在還在展 那我希望以後能夠促成你們之間的交流 因為新任的館長是我最好的他們同位 我也是他的同胞同學 我等一下會接受到他 好 那就是解嚴30周年 我們來看這個 這部電影 其實是意義不散 就是民主過來不意 那麼多少人的留學犧牲才換來 這是當天9月16日號在高雄跟狂罵的特展 好 再講到這個 講到一期一段 他從東京會到漢城中 第一個街道的拜幻緣記者 就是紐約時報駐韓客拜的沈再遜 電影裡面有這部 大家記得嗎 他在咖啡店裡面跟他談 到了漢城之後 那麼後來他送他上計程車 對不對 這個沈再遜 我後來再派一個好朋友 很好的朋友 他2010年曾經來鎮大傳播學院 客座一個月 他在這邊 這是豬哥 那這裡的豬力 名字比我少一個字 然後有時候 因為名字比我少一個字 所以他沒有我出名 這是現在傳播學院院長 李遠輝 他2010年往過 他最喜歡的是台灣的豬腳 他來的豬爆 Best in the world 好 後來帶他到華山 華山藝術特級 你們香港人都把這個 舊的地球場 把精靈成一個藝術特級 突然不容易 這件跟這個人也認識他 好 這一部分就到這裡 下一部我給大家看七分鐘的光州抗爭的紀錄片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你可能看這一部 我只是個記者說 你可能不一定知道光州紀錄是怎麼回事 那這一部光州抗爭的紀錄片 就是很好一部紀錄片 30分鐘再剪接成七分鐘 你們可以看到光州紀錄之後怎麼回事 這部光州抗爭的紀錄片 這部光州抗爭的紀錄片 這些英文 英文化英文的紀錄成七 照片的紀錄片 有些重要的紀錄片 才會採取科學的紀錄片 整個紀錄片 就是一場的紀錄片 在兩位前總統 在上海 四方的紀錄片 有些紀錄片 是一場紀錄片 一場紀錄片 大紀錄片 是一場紀錄片 這場紀錄片 只剩下紀錄片 他們的軍人政變是軍人叛亂 鎮壓光州是內亂 你們看到後面穿西裝的 就是當年一起發布政變的那些軍人 都被罪罪 這是199月的3月 第二審定業 什麼是重編的歷史意義 我們回到1979年到1980年 鎮壓光州的軍人 不全18年了 鎮壓光州的軍人 被他的中華警報部部長 已經被撕殺了 CIA殺了國中華 這次被捕捉了國中華 國中華的軍人 被捕捉了國中華 川普雲,在那時的警察小舟召集人, 然後進行狼狼勢力, 沒有人猜到這兩次循環的人 會被捕捉的權力這麼多。 但後來在12月12號, 就發動了政變, 去抵捕那個藉由的司令, 固域組織令監禁藉由的司令, 正勝合法。 正勝合法, 就變成了什麼? 然後同時, 新軍部這些控制的軍權, 但是還沒有控制政權, 後來是在南韓的地方, 就是台灣的台南。 它是730,000的 peace-loving人。 Woodle Mountain, 在1,187面, 就像是中間的地道的高層, 在部份上, 突然說台灣的江南平, 是沐河的河河。 Chula River for the province's lifeline. This region is a granary of Korea. However, due to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the Chula province has historically been the target of severe exploitation from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wers. The people of this province consistently resisted. More recently, as this province is home to long-time opposition leader Kim Da-joo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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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nteen years later, in 1997, reparations to the tragedy in Hangzhou were finally made. Chunung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for treasal. In 1997, Kim Nae Doon was elected president. 中文字幕——YK 光州和南韓的西南爺 就跟台南一樣在西南爺 所以光州和台南姐妹是 台南也有一條光州路站 那光州有一條台南道路 那台南的國立全東大學 跟光州之間到底 到了國立全南大學之間 沒想到 所以每次到陳道去演講 就跟他們說 你們要知道 你們的姐妹校 曾經是光州抗爭的一道點 我們解個一下跟光州 好我想 再接下來我用 韓國的四大人權 索令事件 的轉型正義 為什麼他可以做 我來跟大家 來一個一個解析 就是1945年解放之後 那麼發生了四大人權索令事件 第一個是紀州四山 就是1948年4月3號 到1954年9月21日 其實這從前一年的3月1號 1947年3月1號就發生 就比228短一天 所以紀州四山也有所人來到台灣來 跟228短一天會交流 他說因為你們早午明天誕生 所以我們應該尊勝你們 叫大根 這個紀州四山 那他前後拖了七年七個月 那當時大根國政法還可以成立 當時美國跟蘇聯 分別托管南韓和北韓 三年 叫做美軍政時期 就是美國軍事統治的時期 叫做美軍政時期 那麼駐韓美軍司令 所以基本上就很像是總部一樣 在韓國 所以在韓國發生這個紀州四山 就是 基本上就是GHQ 東京門軍總部 麥克拉社 他指令駐韓軍司令 由南韓的軍政部裡面的內政部長 警政部長由他們來執行 屠殺的任務 那紀州四山 接下來就是國民福島聯盟 1949年到1951 那什麼叫國民福島聯盟呢 就是說 1945年不是南北韓分裂了嗎 那很多人從北韓逃到南韓 不想讓 其實什麼貫產主義統治 而逃到南韓 那麼他們逃到南韓之後 到韓戰爆發之前 1950年韓戰爆發之前 他們南韓成立一個國民福島聯盟 就是說你成立是加入貫產黨 或是說你下往社會主義 你可以來登記成為 這個福島聯盟的這個思想改造 福島民好 變成好人 那麼當時就是很多人 他們又為了吸引很多人來登記 來申告 就是用送米啊 送糧食啊 送麥啊 送麵粉 這樣子的方式來 很多窮人相信吃不飽 就為了你那個 免費的那些 補給的食品 糧食 就去登記了 那所以有超過有30萬人 30萬人登記 好再過來 老經理兩名屠商事件 就是韓戰才爆發一個月 就發生了這個 正是美軍啊 直接的執行的屠商 上海多人 把老經理那個村莊的居民 都當共產黨員 當作是這個案子有點像 越戰的時候 有個美來村大屠商有點像 所以老經理兩名屠商 然後再過來光車康復 五一八二二七 所以這四個案子裡面 跟美國有關係的 第一個 第三個第四個 那福島聯盟當然也是在 當服美國的冷戰體制底下 為了執行反共 那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先從光州事件的評判開始 那麼在光州事件的評判是 1995年12月定的兩個 永遠可以追溯的特別法 那這兩個特別法定出來之後 兩個前總統就剛剛我們看到 就被起訴了 叛亂 軍人叛亂是政變 是叛亂 那內亂就是屠商光州 那被判處了重刑 那轉為正義出戶得到的落實 但是呢 是誰下的硬 在光州開第一槍 是誰下的硬 到下為止沒有 那麼還有美國的角色 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 所以到現在為止 光州還是正向不明 責任歸屬不清 這跟228有點像 每次看到這張照片 我都覺得 我都看他們兩次是gap 為什麼他們的男人手牽手 我也不知道 大概40年的革命感情 情同手足 那因為美國不希望東別 發生第二雲疫苗 所以光州事件發生 美國不只事前自己 同意新軍部調附前線的部隊 而且提前調訓美軍 準備協助鎮壓 關於韓國軍警 控制不了局面 美軍都要出道 所以連美國空軍的工兵部隊 都在接受震爆訓練 那連事後的對策 美國國務院都已經理定了 這當時的副國務卿 克里斯多福 他就說 他向美國駐韓大使 Glaston 他擔不住台北的公使 所以他用中文的名字 來編會 Glaston 那麼 就同意協助韓國新軍部 來鎮壓光州 你看這是5月9號 光州事件還沒發生 但是美國已經事前之前 而且就同意要支持這個新的軍部 那2002年 美國一個記者 調查採訪記者 他根據美國的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諮詢自由法案 FOIA 要求公開光州事件的資料 許多迷暗的部分還是被刪除 2002年 光州事件 2020 今年037年 所以 未來 這些被遮起來 如果公開的話 可能會成為外交 外交衝突 因為美國事前之前 要求 事實重點的時候 會不會 518會不會要求 美國再公布其他的外交機密 值得觀察 因為光州 518抗爭的文件 已經交給UNESCO 世界聯合國 世界紀錄一場 所以 這是登陸委的紀錄一場 所以我們再繼續 練習他的證據 更具好 這之後 紀錄四三 我們看一下紀錄四三 好 2001年 紀錄中制定 紀錄四三特別報 那2003年 官方的調查小組 也發表了 真相調查報告書 那當年 同年的10月底 魯武圈代表國家 正式向收入者 跟家族道歉 2008年 博物館成立了 和平財團 正財團 就是基錄會的意思 Foundation團 2014年 指定為國家紀錄日 當時紀錄日 一定沒有放假 沒有放假 這是紀錄四三 和平公園 很壯觀的一個和平公園 上面有和平紀錄館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 零位 零位的名牌 上個月 我就是去了紀錄 然後 一拜訪這個和平公園裡面的 這一些都是失控者 有名有姓 但是找不到 找不到遺憾 四三 四三一共死了13萬人 當時紀錄島人口是30萬 這十分之一 都被他當作是南朝鮮 勞動黨 被屠殺 家裡出了一個 南朝鮮勞動黨 這是共產黨 出了一個共產黨園 就全家滅口 剛剛 裡面那個衛靈潭 三萬人的名字都有 其中也找到了一萬四千多 有名有姓 如果你看到一個家庭 我們跟華人論字排行一樣 名字的第二字都是一樣的 就表示是兄弟 竟然可以看到第二字一樣的三個人 那表示父母親加上三公民 都被殺了 那三萬人被屠殺 當中十分之一 是十歲以下的小孩 就是說 家裡出了一個共產黨員 就全家滅口 那這個村莊 如果大部分都是 南朝鮮勞動黨黨員的話 整個村莊圖村 那你知道 在紀錄島 紀錄機場 有兩個跑道 A跑道 B跑道 那B跑道在蓋之前 以前曾經是積極演排場 最少埋了五百到一千人 那後來到2009年 韓國人紀錄島人還繼續在挖掘 挖掘那些遺憾 那因為當年 蓋機場跑道的時候 曾經翻土過一次 那麼他們在挖掘的時候 就再往深一層 因為翻過土的那個 土的顏色不一樣 所以他們找到地質學者 地質學家 然後把法醫DNA鑑定專家 來鑑定 叫挖掘 如果能夠拼湊成一個完整的遺骸的話 那鑑定之後 就交給 這是哪一家人的 然後 他的他的祖父 是誰 他的親人 他就送來給 送來給移屬 那 水線已經找出有名 有限是一萬四千多人 那現在這間 空的墓碑而已 那激州四三合併基金會的理事長 親自被我去參觀這些 我已經9年沒有去 在2008 激州四三60週年之後 代表228基金會去了 但是 明年 就是大概70週年 所以 明年一定要再去 那你們知道 芝加坡大學 有一個很有名的韓國史的 韓國歷史的教授 叫做Bruce Cummings 他很會令芝加坡大學的 學者 都是他的學生 像那個 吳瑞仁教授 吳瑞仁教授 還有那個 台大政治系 黃昌寧老師 都是 資教授道理 都是First Committed的學生 他就主張說 應該 激州四三應該最重美國政府的責任 他第一個提出這個觀點 那麼 所以他激州四三的觀點 一個激州四三的觀點 激州四三的觀點 激州四三的觀點 明年是激州四三70週年 激州各界 而且運輿向美國國會 還有美國政府的承行 要求為 激州四三大伙大奉承 正式道歉和奉承 激州四三軍 有轉型正義的做法 也值得台湾密切注意 我們是可以 228可以跟激州四三可以攜手 跨國結盟的方式 向國際人選機構提出控訴 要求當事國務局責任 我不曉得東京盟軍總部 在228這個當年扮演什麼角色 我覺得這值得去追究那個正向 值得歷史學者去調查 當時如果沒有麥克拉社東京總部的 GHQ的默許或是指令 台灣運氣都不應該發生這麼大的 大規模的影響 麥克拉社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 重新認識這個四三世紀 和228之間 也重新定位麥克拉社的價值 重新定位他 再過來講的老經理 老經理兩名屠殺 這個是直接由美國的軍人 直接被老經理的軍人 300多人被屠殺了 美國的軍人就拿了機關槍 還有飛機掃射 機關槍掃射 那把牢記裡的軍人都當中是共產黨 那隨時可能會背著那個人鬥炸彈 來攻擊美軍 後來是在1999年 美國跟韓國記者的AP 那個美聯社的記者 聯合撰寫了一個書 這個就得到了普利之獎 那後來只好開始接受展開調查 美國國安部後來承認 確實有無辜人民被屠殺的事件 那後來2011年 2011年的1月 林肯總統以Dictary Regret 聲表遺憾 而不是道歉 承認有老經理屠殺的事件 是美國人所犯下的那個 其實是戰爭罪 屠殺罪 但是Dictary Regret 聲表遺憾 跟Apology 意思是不一樣的 如果是道歉的話 那就有責任 有責任的問題 對不對 然後有握住示威 誰對公過 示威都要被檢討 所以如果是道歉的話 就又要負起那個賠償的責任 就是要使用增長的判 不過有很多議員 這大概是美國政府在戰過以來 應該是第一次被韓國的這樣的案例 第一次表態 那老經理後來蓋了一個和平公園 好 那再講到國民輔導聯盟 這個1949年成立了一個反共產民 那麼被接觸過左翼共產人民 進行思想改造 那一共有32年登記 加入成為文員 那只是為了得到糧食的補助 叫做誘因而加入 所以很多窮人家或是鄉下婦女 所以後來加入 那後來加入之後 之後呢 隨時韓戰戰況的不利 那他們在撤退 那撤退 那撤退的過程當中 這些盟員 更只是一個burden 一個包袱 所以後來就自己殺害 出到聯盟的盟員 那被韓國國軍限定 反共的極右派人士的團體 殺害大概有10到20萬人 這次非常慘 但是戰後 這些雙男的家族 從來不敢伸張 因為他們已經被貼標籤是 因為他們加入福島聯盟 是福島聯盟的盟員 所以被殺掉 所以 正情況這有點像傳言百色恐怖 所以那個紀州四山 屠殺 基本上是228加上百色恐怖 那這個福島聯盟 就是純粹的百色恐怖 當時福島聯盟就是這樣子的屠殺 然後全部綁起來的時候槍斜 連西藏的地方還標記了一個人 要打這裡射擊的車道 非常慘忍的那個 剛剛到2008年魯武宣總統 他以這個政府公權力 不法殺害人民 正式向受害家族道歉 那到現在為止 各地一位福島聯盟事件 會聯合舉辦這個貴寧祭 祭拜官 很有趣的是兩年前 兩年前 2015年 韓國的最高法院首次判決 在居濟島 因為釜山旁邊 有一個叫蒼園 蒼園 居濟島是釜山外海的一個島 那麼這兩個地方受難者 點以國家賠償 我大概我記得有二三十個人 得到國家賠償 他們向政府提出控訴 就佛島聯盟 就當時被公權力所殺害 所以轉型這四個案例 其中的三個根本有直接的關係 三個 轉型這一個基本要件就是真相 truth justice memory 那真相是什麼呢 你要公開史料 到現在為止 不過因為港史威爾 他控制了很多的二二八的史料 沒有公開 特別是在那個楊明山的楊明書 他有很多港史威爾 實料沒有公開 那就是要調查真相 那什麼是正義呢 民主化的國家尋求正義 是要脫過司法 脫過司法 他們就經過司法的起訴 或是 那些有真相 司法起訴之後 還給受害者 基本的公道跟正義 所以正義 所以正義 第三個 memory是什麼 就是說你怎麼傳承 你教科書怎麼記載 你怎麼教下一代 所以 這三樣東西缺一不可 但是台灣到現在為止 大概是有記憶做了一部分 我等一下再下一個報告一下 再跟大家介紹 先放下一個 那下一個我就用那個韓國也很有趣 大概去前年那個二二九 二零一年二十二十九 那年有二十九天 那周安雅教授 周安雅教授跟那個韓國國編版 在歷史課本的頭髮戰將 兩個人在這邊做談判 那 那 這是我的 我剛講那個 我最好的同學 嚴世大牛的教授 嚴世大牛的歷史博士 朱正伟教授 他做的 然後我把裡面很多 不相關的 因為他的國編版 後來 文在寅總統就任之後 就通過法令人 就宣佈廢 我們是經過立法院 表決通過把那個 柯剛維條 取消 對不對 那他們是總統 一個命令就撤銷了 所以 這裡面我要舉那個 紀州四三 跟那個 光維州五一八的 歷史的記憶 這兩個別處 現在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胡錦慧當時 為什麼要把 你們知道我們現在 歷史課本 都叫簡定版 對不對 韓國叫審定版 那他為什麼要把 審定版 已經自由化了 訂出柯剛之後 你出來自己去自由業績 那就審定版 那他為什麼把它收回國編呢 就是以前我們國力編譯館 那種國編版 那不是因為收回這個目的是什麼 大概跟大家解釋一下 現在韓國主流社會裡面 曾經跟日本執政統治者合作 解放之後 加入獨裁組織的勢力 現在還在韓國 社會主流 跟獨裁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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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的這些人 然後他們掌握了 雖然掌握了政治跟經濟的主導權 但是歷史的正統性 卻充滿了自非的心情 因為他們會被現在民主化的 這些民主化世代 所承諾 所以呢 現在抗日 就是反清日 跟反獨裁 現在已經是韓國靈性世代的人 我們這邊叫天然 那就是所謂的 民主化萬年以後 出生的民主化世代 他們就是反清日 反獨裁 那已經成為歷史教部這個主流 但是這樣子成為主流之後 歷史教部對這些人 這些人 他們的正統性是損了問題 所以他們想要在歷史教部 把自己的根 確立成為韓國現代史的正統 藉此控制年紀之二的歷史 這個情況有點像 台南開民主導車 那個反科班尾島 就是用大宗補的史觀 用台灣的小孩子來學 那樣的歷史 所以後來才會引起到我們大的反堂 反科班尾島 就是這樣 所以呢 他們認為說 控制年紀之二的歷史一世之後 他們以後才能夠繼續長期執政 就是所謂的保守勢力 保守勢力 保守勢力才能夠繼續長期執政 不及會這個勢力 好 但是現在的年紀之二並不是從 歷史教科書走到歷史一世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國編版的 國編版 怎麼樣來敘述基州四三 你看它只有這樣子 這一塊 加上這一塊簡單的註解 這邊不是 這邊不是 這是大民國成立 所以這個 四分之一頁 扣掉照片 就是敘述 不是心中只有四分之一頁 被紀州四三 國編版 很明顯的縮小 但是以前 神力買了一整頁 上下 一整頁 那不及會就是想把它 這樣一整頁的敘述 把它濃縮成 四分之一也不到 這是原來的審定版 所以現在國編版 又飛到這個審定版 繼續用 這是一個歷史記憶的 就是四三 這叫做這樣的敘述 好 這邊我想可以 可以 可以透過 就是 審定版的敘述就很完整 可以對著 紀州四三 再來我們來看 光通事件 1981年518的光通事件 國編版呢 國編版的光通事件 的敘述只有 只有這邊 到這裡 那扣掉照片 應該是不到半夜 國編版 也是大幅的濃縮 這邊已經不適合 這邊不行 好 這是對光通民主化運動的 光通抗爭的敘述 那審定版呢 你看審定版 足足兩頁 當然還有照片 足足兩頁 審定版 光通抗爭 所以 你們要再看 臺灣的抗爭 在做對照 你們發現沒有趣 這是審定版的 高通事件 是中曲 高通 高通的抗爭 好 那我們現在 接下來 這是他對518審定版 審定版敘述的原文 這個 才具很細 我們就不用看 審定版 因為他有兩頁 有兩頁 然後呢 沒有趣 就是說他會把正反兩面的 對不起 把正反兩面的觀點 藉著司令軍 光通失敗的談話 然後光通的士民軍 我們為什麼不得不拿起槍桿子 他把它併裂 併成 那麼學生自己去學習 一個時候自己 就在這邊 這邊兩段話 就是併成 那學生自己看看 所以士民軍講的話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拿起槍桿子 加上 上面這個 建言司令 發表的談話 所以 學生一看就清楚了 到底為什麼 這動作人會抗爭 是 跟李力導師面一樣 未報先鎮 然後鎮而後鎮 他們是學李力導 好 那這是台灣的 對2228的序徒 這是泰雲出版證 泰雲台 他大概是有 從今天開始 也是高一的 高一的伊斯克人 這邊 張科學他就是一頁 這邊是三張照片 然後來 對尾的這三張照片 這是泰雲台 再過來我們看 漢林出版證 台灣的伊斯克人 也是高一的 高一的 醫學金融的課本 一十張 你看喔 2228從一開始 然後加上 照片 然後一直到這邊 然後事件的經過 這是漢林出版證 台灣的伊斯克人 高一的課本 到這邊繼續 這邊就是一整頁的 然後一直到這邊為止 所以台灣的2228的敘述 超過韓國的伊斯克人 對四三的敘述 以審定來 反而2228的敘述 比較多 這波 我們再看 原地老世界 原來伊斯克人 高一的伊斯克人 不到一頁 後來這個照片就是不到一頁 到這邊來看 台灣政治從此產生巨大的變動 我之所以舉出 光州世界跟原地老世界做比較的原因 就是說 坦白講 如果沒有當年1980年的光州世界 就沒有今天韓國的民主化 那如果台灣沒有當年的美頂島世界 就沒有台灣今天的民主化 這兩個世界對兩國的影響是重大 就是民主化是因為這兩個世界的關係 好 這是南一版對美頂島世界的區域 好 這邊是農夫坑版 更少了 這邊 美頂島世界 然後就到這邊為止 那當然快把這個 當時軍閥法審判的那個 壽型個人 好 名字調出來 美頂島世界 對 很明顯的就是說 就審定本來講 那個 台灣的教科書 對美頂島世界的敘述 比光州世界的敘述 來得少 但是 我們對228的敘述 比他們四川世界的敘述來得多 就是兩國的歷史記憶的差別 那我的鄭同學 他就說 一定我跟副警衛想要操控歷史教科書的題目 遭到人民的拒絕而挫敗 政府不在於歷史敘述 國編版教科書已經被廢除了 他認為說應該組成一個 跟政治無關的歷史教育人為 那主要分析歷史教育問題 包括歷史課章的指定 標準的設定 然後共同理論 多元的歷史關鍵 那 社會大同學可以有同樣 建立共識 被接受的難免 那也應該超越 國編版跟設定 還是自由化的制度 由市場機制的市場來選擇 這是 有關記憶的問題 這對兩國 兩個比較大的事件 來做比較大的事件 那就講到這邊 好 我其實後面還有一些報告 但是時間的關係 我連到這邊 如果裡面有人在USB來的話 請問歡迎你們這個方法 沒關係 我那個 留給我們放在那個網路上 讓大家自己扣好了 OK 來我先做一下統計 你在你的 因為我們來的聯運成不同 你在你的高中的時候 沒有唸過228的舉手 高中的時候 沒有啊 你沒有啊 這些 好 請放下 那 比如說 他剛剛那個 蘇老師講的這個部分 是我沒有唸過的 就是說 我在我們的差距 就是說 你就是沒有唸過 那個都是你上大學以後才去補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補課的時候呢 也不可能只有一頁 或兩頁 你都是要唸一本書的 那比如說 我們剛剛講那個 美國的責任的問題 那個責任問題 如果大家去看 George Kerr 他被出賣在台灣 他說 台灣被誰出賣 對不對 對他這裡面的控訴 其實有很明確的控訴的對象 所以我們剛剛不見得 現在 朱老師也給我們提醒了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我覺得比較重要 是 因為我們對一個歷史事件發生的時候 其實有不同立場跟觀點 我們留給 我們不應該去幫後代去篩選 他們要看什麼樣的觀點 我是把不同的觀點 讓他們可以在歷史解釋裡面 讓他們自由自己去判斷 這可能會對 我們的歷史教育會比較正常一點 因為有些歷史事件 是可以被成績 可以被論論 可以解釋 跟做法都可以去談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國家害怕 我們自己思考 所以有時候 那問題是 國家是誰 國家可能就是少數的某些人 他們掌控的權利 所以國家不見得比你會思考 所以我們可能 之後可能再談那個 像台灣之前 在談關於歷史教科書的問題 在談 我們現在課綱審定的問題 其實都很值得大家再關注 因為我們其實 國家扮演的角色實在是太多了 多到不管你是哪一個政黨 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因為他們那個政黨 國家如果角色扮演太多的時候 他就 不得不會有一種官方的意識形態 進入到教科書裡面 所以我們當我們台灣的歷史記憶的時候 還有一個是我們給高中 甚至什麼樣的歷史記憶 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因為剛剛我們在談的時候 就是要請大家再給我們20分鐘的時間 因為夏如老師 我們今天談外安夫的時候 有些東西他還能講到 他講了很多自己的心路歷程 那他的謹慎 詮釋 該怎麼樣去保重 但是我們再給他20分鐘 好好聽完 他怎麼去看待外安夫這個爭論 再把我們 再把我們凸顯出來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感激怒歷程喔 夏如老師開始進行 我可不可以做個橋段 好 好 那個 感謝 教徒老師 我是第一個讀者的樣子 他的第一版的校定版 我先讀了 那我讀到一邊讀葉本 一邊改的錯字 不是他一錯 是那個名詞兩邊 那是本歌還沒用的 問題不一樣 那坦白講我也是這個 後來我就很衝動 能寫一篇文章 那個文章不是推薦序 也不是讀後改 就把我從 1973年 進入政大東雲系列航空處 開始研究韓國問題 到現在44年 我的心路異常就寫不寫出來 可是就在那個 柯老師那個連結裡面 對我們在那個 拙伍的連結裡面 其中有一篇文章 是朱立希老師那個文章 他寫得很有情感 就是他今天講 選擇性記憶 從那個台灣的觀點 你看日韓 慰安婦的正義 這樣也沒有人家 所以那個文章 文章中文寫出來 日本人也寫著 看到了 東雅系列舟話 就很 就是說 今天東西太好 可不可以翻證字幕 我們來轉戰 就在這本 東雅系列舟話的網路上 轉戰之後 有42萬人按讚 那當時 他那個 東雅系列舟話的網路 第一次有那麼多人 就這麼碰到 然後800多人轉貼 結果韓國記者 在日本 看到這一件東西 登出來之後 當時的說 《中央日報》 是屬於三星級滿 他就 也沒有徵求我同意 就把他 從日圍翻譯成 韓國記者 然後呢 中英有幾個 比較敏感的地方 他還可以把他刪掉 Anyway 在《中央日報》的網路上 跟出來說 我被他們罵得狗血淋頭 哇 那罵是什麼 漢奸啊 什麼日本人的狗啊 什麼 然後就直接 商量是什麼 我大概十年來 第一次 第一次韓國 在台北的國慶酒會 沒有被邀請 沒有被邀請 第一次 然後呢 其實每年 逢年過節 兩個節日 一個中秋 一個過年 我也沒有收到韓國人的禮物 直接的收 不是 我大概已經貼入黑名單 你是個反韓 反韓的人 你就是 在那裡是軍國主義的看 這個我個人的那個遭遇 那 不過那個 朱老師你是不是確定 確定還未來還要去韓國 我怕你會被那個軍警啊 打啊 那個什麼 情追啊 受傷啊 腰椎受傷啊 所以你要注意到 人權的安全 剛才另外一個附帶報告叫 我11月2號要去韓國民主基金會 辦理研討會 我去發表一個報告 那個主題很有趣 Segal Revolution Political Powership 就是 公民革命 與政黨聯繫 他們定這個主題 然後這個 就這樣太簡單了 就是從 2013年 黃中秋 25萬人的海道 各爾年 太陽花革命 50萬人 然後 韓國民謀還兩年 到去年年底 才開始有跟朱光 朱光的四代革命 那他們就有這個 30年後 六月抗爭 30年後 然後這個朱光合意 造成兩國的這個政權 政權無敵 那我今天發表就發到 所以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年輕時代 就是覺醒的民主化時代 兩國是同步的 OK 對不起 好 沒關係 好 一樣 一樣妳還有20分鐘 好 不好意思 剛剛可能就直接 比較有感觸 然後其實是比較focus在 第一個 最後有從受害者 就是 實際上當時的那個 受害者角度去看文件 然後透過 郭安婦 從郭安婦的代理集 去看 台灣的日語時代 就是 我從第一個 那中間這兩部分 就是整個 整個月太多 被阿凱涅 那我現在來看 這是我們最新翻譯的書 它是英文版 這個是比較好短的 那英文版是由建橋大學的 烏肉彭教授 然後他 他在台灣唯一出版的中文書 是宇宙文化出版的 拉密的《驚奇之旅》 那個作者 是相當有名的一個人 日本現在是 那可對的英語權界現在也開始 英語權現在也開始 對於所謂的性努力這個定說 開始有一些反思 那我也很期待說 英語權更多討論 跟華人權的討論 可以互相激躺 讓更多的事實的層面 可以突顯出來 那當然他剛剛朱老師講的那個 韓國經濟技術 那個已經非常在身低谷 所以任何去challenge這個集體記憶的人 都被吃為公平 那這個少女像是最明顯的 那個集體記憶的塑造 那這個少女像 在《博亦和教授》的書裡面來講 他有個專章去分析這個少女像 其實根本就沒有辦法代表韓國的未完婦 因為不僅是年齡層有差 年齡那時候是二十幾歲 這個是十幾歲的少女 而且當時韓國的未完婦 因為他是以日本的身分去衝軍的 所以他穿著 他韓國的未完婦都是穿著和服 不會是這個韓服 也不會是這個少女 然後他這個光角的那個形象 也跟當時那種隨機如人的那個事實 其實是不符合的 那這個為什麼 那胡教授他這本書其實為什麼會 後來會引起歐美文化圈的討論 其實就是說歐美文化圈裡面的定說是性奴隸 那是包括中華民國史外 也只有性奴隸這個方式來分析不安婦 那你會看到不安婦的新聞報道上這三張 這個照片會 這張照片會常常出現 就是倖存者他們彼此互相串聯合作 來真要求這個政府道歉賠償 那我剛剛講過 比如說我剛剛那個唱劇情算 就是用台灣多種人群的民國東國 然後藍營 北京中國 這叫藍營 那內 如果說你用民主別來看的話 當時的服務外圈裡面 日本的內地人是4比3比2 台灣是這個地圖多 因為它是人數 兩千多人是比較小數 那現地人就是當地本的中國啦 當地本的戰區裡面 那內地的主義 如果說你隨隨用女性主義 女性人權的話 為什麼比例最多的日本的女性 貴漾婦女沒有去關照過 說不過去嘛 對 所以叫 而且戰爭犯罪在法律上 有很嚴格的第一 就是施術於交戰國或內戰 戰前的朝鮮半島沒有 跟日本不是交戰國的 也沒有內戰 所以這個第一 戰爭犯罪不適用於日軍的武軍官 適用於中國戰場 或者菲律賓戰場 東馬亞戰場的新犯罪 戰場新犯罪 所以重點來了 戰爭 戰後有一個東京審判 剛剛東京審判 他在這個戰場新犯罪的部分 在戰後的東京審判裡面 畢竟在他裡面 有誰看到這些 這些所謂的戰場新犯罪 就是戰爭罪的目的 所以日本認為說 他在法律上面 已經接受過審判 所以他90年代的那個女性基金 他這件事是高利上的平常 他法律上那些主棋士 都已經受到懲罰了嘛 所以他一直認為說 他是需要負責的是高利上的責任 雖然配偶審判 當時的那個日軍的那個執行者 就是那個 就是在哪製判決的那個執行者 他雖然有一件事死刑 就是有一件事死刑 可是他法律上 他以為他都已經出了貨 但是他出了 他有懲罰的 在裡面的補償受害子 所以他是用道義上的補償 來去針對那個荷蘭旅清國的一種 所以中國當然很像 因為中國後來有一個 1972年的這個日中宣交合約 他們也是放棄那個個人的那個補償 放棄補償啊 所以法律上的問題當然就是很細節 那裡面有可能再多講 譬如說本來90年代 是用在這個官員的方案 是很關鍵的通訊下 而且是控訴這種責任的責任 可是2000年以後 因為他知道頂退協 頂退協就是相當的 法律是一個救援局 他知道說 就已經簽過1965年的條約了 所以當時 因為在用傳統的文章去說唱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求到 因為法律上已經解決了 所以他就是跟當時 其他的戰場 跟性犯罪的人受害子 結了起來 訴訟旅行裡面的人 覺得可以訴訟戰爭 因為戰爭隊是沒有追溯期限的 他不受至於1965 他可以繼續追 對他一定要對付掉日本 所以日本站得住腳 因為他從那個國際法來講說 不管是1965的佔負責任 他在法律上面的賠償責任 他基本上都已經負了 所以他堅持負的是法律責任 所以就是法律的法律責任 法律責任的爭執領持來自於政府 那台灣都會把華玩圈 都會把這個法律上的賠償工 已經處理過的這個事實 基本上都會去各一個 沒有去證實很清楚 那個其實不早到現在都還是 那所以我認為就是說這個東西 起碼在 丟回 丟回 這是應該聽得到啦 蛤 抱歉 抱歉抱歉 這樣可以嗎 可以 謝謝 那這樣子的話 我認為說台灣跟韓國的那個 那個威安婦問題 不能跟戰場刑犯罪一起處理 必須要重返殖民地來反思帝國 也就是這個帝國威安婦的遊覽 這是整個帝國 帝國所製造的那個暴力性 讓所有的人在體制之下 沒有無謂所謂的自願不自願 即使是自願 他也是當時的那個體制使用 那這個東西 可是台灣 好等一下再講 那這個東西 那個台灣韓國 就是我剛剛講過 這個是跟中國戰區 這是要區隔出來的 否則你沒有辦法解釋說 為什麼同樣是戰爭動員的受害者 台積日本兵 韓國和日本兵 都沒有被關照到 為什麼同樣是以日本人出征脫 一個是以信仙奉獻給國家 一個是以生命奉獻給國家 可是為什麼 這個是日本兵的這個部分 沒有被關照到 那可見的時候說 你用戰爭犯罪 所以來討論台灣跟韓國之後 一定會有無法融合的情況 那這個 台灣公安部的跟韓國的意圖 就是借納 救援組織 他們兩邊的組織是一樣的 會把組織有性能權問題 台灣的執政經驗 被納入中華民國的抗治史關 當時中日是敵對國 所以戰爭罪領可以適用 可是如果適用的話 是應該用 你暫停中華民國戰區的受害婦女 而不是拿台灣的受害婦女去 用戰爭罪的框架 用戰爭罪去試了 那就很 永遠沒有辦法 掉到本質 因為日本政府 我可 那就覺得說 你 我可以賠償你的CP 其實在比照 救日本軍人 救日本人的那個框架 把運動再去處理 那本質是一樣 就是我培葬沒有困難 可是會有國際法體制的問題 譬如說 你用中華民國的 戰勝國的角度 去跟那個求償的時候 你跟那個求償的形式跟內容 都沒有辦法符合台灣社會的真實情境 那這是我 我認為他問題跟那個 韓國最大的不同 韓國他是 他沒有所謂的戰勝國求償體制的 韓國的他是不是他三皇一臺是韓國的主任 可是台灣是做韓國的主任 來接收嗎 所以他這個 這個國家跟社會之間的分離 在台灣的關係要出 在韓國其實是沒有這麼嚴重的 這剛剛我分享過 那再來他也不以為的通過 對 我批評不會也沒有道理 那他有功 就是說他作為救援組織 他善盡其職 其實在前階段 譬如說叫阿嬤出來 召開鏡頭 會有一個黑幕 為了保護他的領事權 他經歷做了很多的口述歷史 保存史料 可是在兩千里以後他是變職 為什麼變職很像會有這個證據 那他排除了議職的聲音 包括我剛才提過的 他在數位國務館裡 他把領取那個女性基金的人13名 他的敘述應該基本上就不喊在這些人 那還有是認為自己 當時是自願性去從軍 可以比什麼性更多 他也不連入他們的紀錄 就救援者變成自己的樣貨者 那還有就是他們善改不遺史 又曉得阿嬤的神話 剛剛講太多 他那種朋友 小朋友 母學出來 那我們等下會透過一些資料來解釋 那還有就是扭虛的事實 報告就名是女性基金 公民女性基金的這個事實的認定 還有很多的 你看他的報告說有時候把說 這個女性基金是一個粉絲 粉絲日本罪行的一個批准組織 然後你如果領取他的錢的話 就失去上訴的權利 就這個東西都是假的 我在想想日團 他幾天晚上都有提到這個 這個不符合事實 你要控訴日本的罪行可以 但是你不可以有去試試 因為你失去事實的討論的時候 就變成是情感的 完全是一個情感的那個在支配 那其實不利於共識的見證 那剛剛講的就是說 這些資料不是特權 你只要他有捐給 因為他一整套的 當時的口述的那個引擬檔案 他就給他帶他讀書館 他要出來是活力的 我雖然是效果 我用效果的證據去看 你如果是台灣的那個 台灣一般的公平 你可以用身分證 其實你都可以去調到 他的引擬資料 那就是那引擬資料 就仔細去聽那個資料 就是有點像 你有教授他在這個處理 因為他最大的 他最大的 他最大的一個 立於不敗之地的地方就是說 他所有的證據都是從品對協 就是剛剛對於富永會的那個處理 從韓國的品對協所整理的正年級裡面出來的 一到五冊 是從1993年到2000年出了五大冊 就是說把他們的那個口述 口述資料以後 證明文字出版 台灣到現在這一套 這一套的引擬資料 沒有任何的出版 全部就是這樣放到那個圖書館裡面去 那你知道沒有出版就沒有歷史 沒有文字資料 那歷史是需要整理編排 那個才可以變成是一個歷史的敘事嗎 否則每個人講過的話 都可以變成歷史嗎 不太可能 那這次我是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國家應該要做的 如果以後國家聯絕模板要成立 要有溫安婦的這個戰略的話 這個東西起碼先出版吧 否則你要一天到晚說韓國人 我們台灣為什麼不能 這個證言記 最能夠代表當事人的新生的證言記 就沒有出版了 那還有就是 這個是一個那個記者 他提供的資料 剛剛講過的那個 這個記者是 等一下我先 這個記者是有本通言 他是針對原住民 你知道那個 中原院的那個老師 他做的那個口述歷史 有很多是原住民的部分 然後有很多的報告 那個都做得非常的詳細 然後這個 可見的原住民在當時的那個 受害的情境是非常的確定 然後他是用報道文學的方式 去做這兩本 然後這兩本其實很多的那個敘述 包括他如何去跟那個原住民 去挖掘原住民的女性的受害者 然後跟他們講說 這個文化現在有可以 你補充的你會出面 然後之後中間的那個衝突 他幫助人會產生的一些注意 他其實都有記錄 他這個東西都放在那個 所以 Della隊的是女性基金的 數位博物館 數位博物館也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去 是網路資源就可以進去 只要你董事物 你願意查 你都可以查到當時的這個報道者資料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提醒 這個記者 他是在90年代來台灣 90年代就是剛好是女性基金成立 然後到台灣 台灣就都宣導說那個 可以來這個民主的 補助博物館最重要的 在90年代 我們現在都已經習慣說 日本的各大報社在台灣有 支局 他會支局嗎 在90年代 到台灣在1998年之前 只有一家報社在台灣有支局 哪一家比較緊 對 其他人都因為一個中國的原則 政策之類的 反正是怕的 反正就是怕中國可以到底 所以新聞射的 尤其是大報社的 是不會射在台北的 要嘛去北京 要嘛去香港 所以90年代的時候 台灣大選是一個 他都兩民主的一個大事情 就是總統之選的 結果我在日本看到的報道 都不是從台灣發出來的 都是從香港 日文 就你要知道 他這個記者 他是一個獨立記者 可是他其實在90年代 他就願意來台灣 駐點 然後去採訪 政治局 他不僅是 威安婦還有台積支人員的問題 他駐點 是非常有行政的 左派人道官房的記者 他做了很多的那個報道 那這些報道 台灣幾乎沒有研究的 幾乎沒有再去深入 去追究他的意義 他提供這個資料 你看就是說 本會目前服務主對這樣子 以婚姻受罷的者 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時期 被迫或被騙 擔任日軍威安婦之婦女 該女士 無影其名 該女士系志願參加 擔任日軍戰地官所工作 與本會服務對象不符 且難以前台積威安婦身份辦理補助 你只要認同你是志願 不管你什麼理由 你連補助的 每個月一萬補助 對 然後你如果領了 他就是說 你領了亞洲女性基金的錢 你就不能領部員會的補助 然後你不能隨便跟日本人接觸 這個是切結束 對 所以我覺得 練歷史人都有講出真相的一個衝動 因為你知道你這樣講 通歷史還是會懷念 還是會記上一點 所以我覺得 就是必須要把我知道事實 盡可能地把它呈現出來 那剛剛劉鳳有感情說 他在唱小趴阿嬤什麼話 小趴阿嬤他現在在市面上的新聞報導 那個版本是說 他在台南旅東上學途中被軍警 抓上基督社帶著人為威安婦 可是他你知道 不用會有幫阿嬤去東京上訴嗎 他在東京的那個判斷裡面 是說被養婦賣到公約場所 又被人口填克又變是威安婦 那版本差太多了吧 我不知道哪個擺你為之 但是你給我一個正確的版本 那基本上 因為東京出動那個是比較靠近 靠近那個90年代末期 2000年初期 那這個流通的版本是相當於 2000年代的後期 以版本來講 這個版本會更年齡上 那如果說阿嬤本身記憶有過程的話 年齡早也是他在年輕一點的時候 技術敘述會比較認真 那我把它說是幾天親自事件 你看 對幾天親自就是張正新聞 為了那個官府的目報事件 做整版那個道歉嘛 就是說他幾天親自 就是他有出版一本那個傳記事的那個敘述 他就說他站前然後做了很多去 去跟他搶拉本國婦女 來當官府的這種暴行 他就在暢文 那就後來發現出這個文卡又轉 那可是張正新聞用了幾十 二十年都沒有發現嗎 有其實在相當少的時候 就有發現是一直都沒有道歉 到2020年8月的時候 來正式道歉 那這個我把它說的是 調整版也是影音的事件 因為這個影響到很後續的東西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影音資料 可以追追可以查到當事人的口 不管是口述的聲音或者是影像 你可以知道那個他們真實的感受 可是你後來在這個編排過的版本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其實是有落差的 那為什麼不約和他教授他 他會引起聲音 他會說韓國的公共敘事版本 跟影響寫提供的那個正年級 不由教授學找出來的 為什麼會落差那麼大 他會通過那個影響寫出版的那個正義 他聽錯了很多當時 然後很真實的心聲跟面貌 可是因為跟公共敘義落差太大了 所以他就被搞 那台灣連這個版本都沒有 對照的版本都沒有 那比較剛剛那個 因為那個短型正義剛剛主要所講的 真相、正義跟記憶 那台灣真相也不明了 根本沒有所謂的正義 那記憶又被亂倒 所以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如果要不要真的要處理是牽頭萬訊 那Anyway就是說一言以蔽之 台灣我剛剛特別強調說 台灣的那個解殖民的主體 被國民黨代理掉 所以在戰獲處理這個地方是沒有 沒有台灣主體的意思的處理 那那個為什麼賠償要不到 跟黨的問題是很有關係 因為你接收的日產處理不清 所以剛剛我剛剛前面那一張是說 72年斷交以前 這個政府依據這個日華合約 有過的日華合約 然後跟日本、跟國民黨要求賠償 那在1960、1962、1965 三度治韓國民黨 他沒有回憶嗎 對 那接收了日產不清之後的 台積育人民所被弄困困 因為當時連戰他就說 因為我們的債、債權多 我們的債務多於債權 就是說他拿了那個日產 電腦產的錢 多過於資本政府想要賠償的錢 所以他不願意付錢 那所以不妨 所以他說政府不方便出面 批台積育人民求賠 所以台積育人民從頭到尾都是民間管體 自己自立救濟去跟日本挑求問題 那這個 這個韓劍其實是有公文書的 對 他這個是我找到的那個 當時90年代 米歆育人民在台灣的那個報紙裡面 這個全版廣告 所以作為一個團體應員 向各位知識我的內容一下 有多少錢的補償 而且這句話是說 他有總理大臣的道歉行 道歉補償的錢 他都在報紙上開登廣告 這個 所以這個廣告報紙都有啊 為什麼你會一直說 他沒有道歉補償 那這個體育我看到 嗯 對 沒有出來 對 這是給你們 當時武器基金的人有參議院 有社會黨的 他就是說社會黨的參議員 他說來這邊他給他很多的那個 他給我留下來就是了 然後這個是盜竊器 用毛筆寫的 那因為有些阿嬤很不識字 所以道歉的 好 所以道歉的那個流程 在那個賴浩銘就是前司法院長 還有賴浩銘的那個interview 也可能訪談紀錄完整流下來 就是說因為阿嬤不識字 所以這個道歉的文是由日本 日方朗読出來 然後阿嬤雖然不識字 可是他聽得懂日文 所以他聽到這個道歉的事情 他就有多滿意 所以他其實 阿嬤其實知道這個在道歉 也知道這個意義不長 他大概就說 我簡單講就是這樣 就是說真相到現在還是不明 我們只依靠復原會的版本 如果這套敘述進了博物館 要教導下一代 這是我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持續書寫 就是揭露真相 因為我這個 對 不是因為我相信 不只是因為我相信 歷史指導會正義的一切 而且是我相信台灣民間的民主 台灣人民有自我安靜的能力 台灣人民有自我審查 不斷在進步的潛能 對 因為台灣歷史 永遠都是民間社會主 所在國家正義的 這個是 這是我 不可能為止的心情 那分之心情啦 反正我就把資料都 大概寫 但因為時間實在是 打掛得不是很好 但問題為止我的書寫工作 多多分享我的心情 也把一些資料跟大家分享 政府應該怎麼做 公家地方應該怎麼做 個人書寫應該怎麼做 其實我自己也知道要怎麼分配 啊 也謝謝各位 聆聽 我們了定是九點半要結束的 所以現在已經十點多了 十點十點 所以呢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高中的同學 你知道十二點才要離開 我 一定會逐一一點 是 是 你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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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